嗨,这次要讲的是润霞学员 什么是润霞学员呢? 就是只用意气来做任何事情 阿奇本土是日本某地管理之乱的黑帮之一 每次做事严格扣守的三大戒律 第一条,不得对普通人动手 第二条,对决要堂堂正正 第三条,不许浪费食物 一所当地的私立中学因为经营不善 被阿奇本土接手经营 虽然人家社会名声不好 但做人的内核一点也不差 把那所中学内部和学生之间的隔阂 硬是给治好了的故事 男主也是有着悲惨命运的人 年幼时,父亲去世 不爱学习,到处了事 给母亲留下了不少麻烦 后来,在一世街头闹市中 弄伤了阿奇组长 反而被组长收留 男主后来改邪归正 用自己的能力加入黑帮 把当地的质量管理得紧紧有条 有人在商店间闹市 收账不付钱第一时间跑过去 收租金只收一成 其他黑帮管不好的店铺都提给他们 阿奇组长人好,照当全收了 然而这次出麻烦的事 进一步上面临倒闭的高中 学校为了让学生刻苦学习 关闭了各种社团 连基本的半球也不让打 然后,学校的玻璃就隔三差五的被打破 却又抓不住凶手 这个时候,男主他们接管了这里 可是,他们的长相可怕又粗暴 刚开始,被不少学生排斥 但是,他们身上一气和侠气的正义 逐渐传媒人周围人 女主是一个叛逆上女 被造谣,被误解 男主和他渐渐接触 发现他本质其实也不坏 男主虽然社会背景不好 但是,渐渐改掉了女主的坏毛病 和女主一起种花 一起让学校变得更好 其实,打碎玻璃的是一群打不了棒球的高尔男生 因为一个女学生的父亲坏坏叔 提前收到了消息 那所高中八年后要建高速公路 那块地皮的价格会飞涨 想收购那所高中,被拒绝了 弄不到手的坏坏叔 就设计,关闭了学校的社团 挑拨打不了棒球的学生 准备搞错学校的经营 阿琪本组接手了那所学校 抓住了那些学生好好教育 带头打破玻璃的学生小白 却反咬他们是黑社会 坏坏叔借机对男主下手 利用自己的帮派势力殴打了小白 然后嫁祸给男主他们 坏坏叔的女儿不知情 以为是男主干的坏事 就把女主他们绑架了 男主他们跑去救女主 两个帮派见面 风外眼红 男主是街头长大的 格斗技巧没话说 但最后却被坏叔叔 扭到桶了一刀 不过男主也真的是个好人 非但不怪他 还跑去安慰他 化起了他和女主之间的矛盾 找玻璃的小白在医院醒来 看到男主留言的卡片 上面说 你的球棒是用来砸玻璃的吗 然后小白就良心发现 最后就是找罪魁会手 坏坏叔算总账的时候了 阿琪组长和坏坏叔背后的势力谈判 黑帮对决 不要有嚼死棍插手 坏坏叔就是那根嚼死棍 偷偷挪用黑帮的钱 还挑拨帮派的斗争 这种人不收拾还留之过年吗 然后 阿琪本组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把那所高中背后的操航手洗干净了 他们治好了问题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 重建了像半球社之类的社团 最后 又把理事权重新还给了学校 离开了 就像是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一样 虽然是黑帮 但身上带着狭义之气 后面所有的学生都来送别他们 我看这些学生以后都会是阿琪本组的发展成员 就像任侠两个字 用意气做事情 教学生堂堂正正做人 是阿琪本组这些面露雄像的那些很可爱的大叔最上场的事情吧 我看这个上证 是阿琪本组的合作 是阿琪本组的合作 我在这么做 林立折 他在这里 是阿琪号 是阿琪的 是阿琪的 是阿琪寄归 是阿琪的 不留给阿琪 是阿琪的